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時間約我晚上1點左右 今晚的Live 照印度收回我會馬 免費60英鎊或者105元價值 或者110元的報酬 想用美金付錢的 或者用香港信用卡 請E-mail 給我 美金就約我78元 年歸正傳 為什麼會拿財務計算機出來呢 我想下個CFA應該會碰過這部機 或者德州二是BA20 10多元 香港比較容易買到 德州二是那一隻的 那一隻叫做 TI Business Analyst BA20 就是BA2 Plus 因為有時候我記錯了 因為我 BA20 或者BA35 但是我多數就用 HP多的 香港就比較容易買到TI 我記得以前 都走而來 因為有些人說奇譚怪貌 我奇譚怪貌就是 還以為香港政府經濟顧問 他說 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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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息 那經濟就足夠 OK 表面看來就 好像很正常 OK 如果香港不是 出現結構性破壞 就是 OK的 這個說法是OK的 如果香港結構沒有問題 但是政府就不會認自己的結構出錯問題 如果香港結構沒有問題 減息 就看減複有多快 這個就說不定 但是 減息就會開始 開始好轉 可以慢慢好轉 接著 就應該最後 經濟會慢慢復甦 價錢會慢慢升 那就沒事了 這樣 這樣 繼續可以 他們又自覺興 這個是 政府 說謊的結果 就是說 政府 本來的期望 減息已經很不切實際 因為 我就看不到 減息會減得很快 OK 可能會減少少 但是不會減得很快 應該 因為 高利息的 條件 那些 仍然存在 基本存在 但是 如果你說 去到 減息 可以拯救經濟 就很明顯 不是那回事 香港 因為 減息 不是說 傳統經濟的周期問題 也不是因為 香港 利息太高的問題 而是 那個問題 是香港的結構性破壞的問題 破壞了結構 就是 經濟結構破壞了 是救不回的 這個 我也說明 救不回 基本上 你要救回的話 就是要重建制度才行 但是 你想想 現在香港政府 這幫軍政府的有制度 怎會跟你同意制度 就是 香港其實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軍政府專政 哪個軍政府 懂得搞經濟 有多少個 OK 就是 如果你說 李家超是在世朴勝熙 那 或者可以這麼說 問題是李家超 很明顯 不是在世朴勝熙 更何況 你 那個經濟搞亂的源頭 其實是 北京那個 叫做習近平的人 習近平搞到 結構性 是決定性的 所以就 這些電話 減息 就會 但是 真的 香港政府的經濟顧問 是怎樣的 完全是 睜大眼 說謊 完全是 講謊眼不眨眼 完全覺得 我這樣 講了一些 沒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如果你買樓 是用這個政府 這個勸告做決定 你就真的多餘了 這個也是香港傳媒的問題 現在香港傳媒的問題就是 現在香港傳媒完全不講真話 甚至有些在海外 那些維穩 那些 維穩的人 都是做了這些事情 不講真話 我不是說 因為 我要衝傷香港 是證明我們這些黃絲 在海外 對 我想不是 雖然我早離開 你知道 其實我不是2019年離開 我是2017年的 真任 岳暢選 不久 林鄭月娥上台 不久 就已經 走了 我走了 我走了的原因 最初我打算是 會做太空人 是營商的 做生意 都不是說 這是什麼原因 不是說 你以後 怎麼會越來越多人 login 你真的除了BNO 評權 有一個更大的問題 只要發生了 就是 香港的政治結構 受到毀滅性 的破壞 這就是個問題 首先 首先,这件事,什么时候减息,没人知道 一旦在英国就好像会减息,看过银行多点税 但事实上就不然 周围都在银巾存,甚至,我想有一节我会说的,就是德国 改变资造乌克兰的分领 我想很多的英文传媒或者中文传媒都会说,德国是Cut 那个Funding,那其实就不是,就是由这个Test Pay Your Money 改为由俄斯凍结了的资产 利息去支付,那应该够,那一笔数是够的 在德国境外的俄斯资产是够的 因为俄国天然气公司,在德国有很多资产 那里其实有很多钱 那里其实,那里的利息有很多钱 就是凍结了之后的利息 但是为什么德国现在就要 他不是说要阻止乌克兰 港州好惊,又不是这样 这回事,就是说 现在这个政府又不是说是喜欢俄斯的 都可以 就不像Angelo Merkel那些 Angelo Merkel那些 他是对俄国是有一个特殊的看法 又不是 那真正 你说,当然你说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里面有一帮人是亲俄的 但是亲俄的人 没有去到 没有去到,就是 你现在新兴有个党派的做法 那真正的原因是 你到处都不够钱 不够钱仍然是基本 到处都 政府不够钱 私人不够钱 什么都不够钱 你的通胀啊,或者 那个政府支出营养 当然 有些人说 有些人说 那不够钱 那我应该均援都不 那些就认识 那些我不认识在这里 就是会不会 真的减少那些 对中东来的朋友 那些开支的家 我想对很多人 都对中东来的人 是有意见的 但是现在全世界的主题 都仍然是资金不足 资金不足 物价仍然上升 你在这个时候 你跟我说 要等减息 你什么时候减息 是不是可能减息又加回 可能是一个短暂调整 然后又加回 你不知道 你真的要去到 进入减息周期 完全进入减息周期 如果是现在有战争的情况 当然一定是 所有战争结束 包括台海的局势 要结束紧张 南海 结束紧张 OK 中东 有 中东 有局势控制 再加上 俄国撤出乌克兰 在这几个条件之下 想要经过重建的过程 你记住 乌克兰重建的 是会扯高的息息 成本的 我先说一下 因为你乌克兰重建的过程里面 你射了很多物资 你战争之后一段时间 你也不会是低息的 一定是高息的 你去到重建差不多结束了 对我资金的demand 那个大幅減少 或者对物资的要求大幅減少 你的通胀才会结束 这个我要说明 好了 你到这个时候 我想问 你现在凭什么 你跟我说一下 怎样 会 怎样 会 减息 你凭什么 这个我觉得很天荒热 你告诉我 我会减息 你凭什么 你觉得 你觉得 我战争可以立刻结束 你不可以立刻 不用重建 我都没计算南海和台海的紧张六世 这个是不切实际的 这个也是天荒热的 所以你说 第一件事就是 什么时候的颜色 我不是经济学家 但是 我从这个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 我看不到我减息的可能性 就算减息可能是减 一段很波动 小小的波动 然后可能又再加上 就是那些通胀脱缸的东西 或者理器 可能是强行减息 去希望它去救过经济 但是其实是不行的 所以我都说 如果各位 我很少在这个节目里面 和一些问题 大家请任假 我通常都在 comment 或者在 chat room 才说 人口 我才知道 但是 其实 广告是不能依靠这么多的 就算你这些traffic 正常回来也好 我看不到 那个广告会回来的 因为很简单 我经济这样搞 我经济要回来 怎么说 疫情之前的情况 我不是说短期内可以做到 可能要很长时间 既然是这样 你不要玩了 我讲讲可能 那是 你要回来之前的状态 可能要5年到10年 如果现在立即和平 但是如果不能够做到 现在立即和平的话 你怎么知道5年10年了 20年后 都没有经济好 都回到疫情的环境 但是不要说笑 那些人都会回到疫情的环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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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会 不是的 好会 好 接着 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 香港和其他地方不同 你的结构崩溃是很严重的 香港是 外占不想投资中国 这是一个问题 香港制度受到毁灭性的破坏 这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香港制度受到这么大的破坏的话 谁愿意投资香港 过去 但是 但是 为什么那些人来到 香港作为中国的大门 那些人是怎样 怎样 真是纯粹是同盟同众 纯粹是 因为主权under China 老实说 香港主权under英国的时候 挂着英国旗 都可以做到 都可以帮中国做很多东西的 是不是 因为大家相信英国的制度 那个真正的问题是 香港的制度玩完了 OK 大家不相信这个大门大门 而且大家对习近平都非常之有解心 习生也玩完了 令到中国的经济 你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问你凭什么 会减息就可以解决 减息不会解决问题 减息不会解决问题 减息解决不了结构问题 结构问题 解决是周期问题的 不是结构问题 今次不是周期问题 我用过这样的比喻 之前大家以为这是伤风感冒 伤风感冒 伤风感冒 吃伤风感冒药 就完蛋了 但现在试到不是伤风感冒 现在试到是cancer 另一回事 cancer是结构问题的 cancer cancer 当然你可能要吃重药 吃重药即可 但是cancer 没有那么容易 cancer 那些人不是 cancer 你知道什么叫抗癌药 那些 原理都知道 全部都是反代謝药物 很多是反代謝药物 不是反DNA的构成 反那样 总之令到你的细胞没有那么疯烈 OK 那个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就是整个细胞周期 完全是 不健康细胞 还是癌细胞 都怎么样 没有差别打击 OK 去到 当然一般来说 为什么说有用 是因为 癌细胞对那些化学品的 sensitive 程度是远高于正常细胞 这样就比较容易救 是这样的 但是 结构才可怕的 是不是解决到 不一定解决到 就算你割了一些 种药物都未必能解决到 可能剩下一些 你讲不明白 现在香港的经济问题 简单来说 不是一个 用财务计数机 可以解决到的事情 如果你可以用财务计数机 解决的 说真的 计算到 都OK 没问题 那就继续去 有新投资 或者是新牛 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 大妈傻都 都开始不玩呢 很简单 那些问题 不是财务计数机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以用财务计数机 解决到的问题 不用你政府 经济顾问推来说 不是 不是 那些商人都可以 根据我证据 我证据 财务计数机 我的财务计数机 可以解决 可以解决 我内容的财务计数 或者 内容的财务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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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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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这样 看一下 那问题是 你现在香港的问题 制度问题 制度问题 不是用财务计数机 解决的嘛 我不是说 我解决了一条MPV 我高个IRR 我高个某个点 我符合我的 投资目标 我就去 OK 不是 OK 你现在香港政府 是意图想把这件事 变成 就说 这个是财务学问题 其实你现在入市很划 会赚得 喂,大哥 你不要这么自欺欺人 你现在香港政府 是做坏了制度 李家超和邓炳强 那些人是做坏制度的 李家超和邓炳强 甚至沉后波 这些全部都有责任的 到 你支持林郑月娥做的事 做坏了制度 梁振英做的事 做坏了制度 做坏了制度 不能够 你做坏了制度 你要做化疗 你要做什么 好难啊 我告诉你 你现在香港是没有任何的 是重建制度的 重建的信心 你要重建的信心 你要做很多事情 OK 你的问题就是 你香港政府不愿做 因为这个食服态都是多少 那就惨了 所以你说现在香港政府 那种做法是纯粹是 但是 他以为 其实我认为 他这班人都明知 困不到大妈手 因为大妈手 他说到 多说 对中国友好 多唱好 什么都多 就算是鬼 他真的做投资 那些决定的食器 看回他的股票 就明白 他唱好还是唱坏 钱是最好实 他可能以往没有投资 他现在突然投资了一点 他为了条数是OK的 但是 不是这样 所以我说 现在 香港的经济 是出了 出问题 就是牛市 那些 为什么李嘉诚 不看好 甚至有一宗新闻 你听到我都很荒谬 在长安集团中心 救了 这些甲铺社之外 那他有一层 有45楼 就本来租给 那间新加坡公司 做 share office 那就租不出 那就是 那间新加坡公司 走了 那他留下整套 做share office 那些工具 OK 那接着呢 他就 一路减租 想出去租 不行 都没有人租 那结果 现在怎么样 你中环集团 你可能想像 是长江集团 十五多 你直接运场 实租share office 4千多元租一个月 4千多元租 4千多元租 tutorial 而且是直接诚实租给那些 这现什么事情 是什么情况 不知道 你現在是甲級寫字樓 甲級寫字樓大便宜 如果你是甲級寫字樓大便宜 所以我就覺得這件事比較 奇奇怪怪 就是你甲級寫字樓大便宜 如果你連牆壁都要甲級寫字樓大便宜 就是說他都放棄租出去給大客 你直接說省客都殺的 長江集團中心 理事極場總統 你也是這樣的話 你覺得這個是不是結構性破壞 我想我用一個簡單的意思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結構上搞不好 不然我為什麼會這樣租給長江集團中心 你用幾千元 你用一萬元都不夠 你可以租長江集團中心 好像很威風 地址寫著長江集團中心 但是你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沒有其他公司願做 連新加坡公司 他以為自己有信心 他最後一年敗走 你可想而知市場很差 差到一個點的市場 不是說笑 所以你說香港的經濟崩潰是繼續有的 香港的經濟不會停的 那個崩潰會一直這樣滾雪球就滾過去 嗯 我也這麼說 你真的怎麼說大財團會移民 然後你小市民都會移民 你想做藝衫就迫著移民 OK 之前就是說 香港很漂亮的那些 就覺得 我政治上我還頂得住 我為什麼要移民呢? 我這樣之後要移民 是因為你經濟上頂不住 你經濟上你沒辦法 你要繼續做事 你要繼續賺錢的話 你一定要移民 你 這個很殘忍 就算你減息 你也不會有什麼幫助 減息是 息口是一個遮收部 是掩飾 鄧炳強和阿里加超都沒有 但是 應該是沒有用的 真心的沒有用 這個狀態會繼續出事 我和大家說 香港的經濟會一直差 中國也是 直到什麼時候 你要轉好的 首先要有一個政治上的轉機 OK 首先要李家超 鄧炳強 習近平和樂堂 香港恢復民主 如果香港恢復民主 有什麼的話 大概要用10年時間 或者15年時間 你會不會吃到紅利 應該OK 但是 不是 你短暫也看不到這個希望 好像葉劉淑儀 這些人渣 他仍然會坐 那個屁股坐在架法會上 既然是這樣 你沒得救 香港會繼續向下代 香港是差點向下代 到什麼時候 他說這個是不是好事 當然不是好事 所以他說 最後要上班 要續藝山 你會不會最後說 阻止一些人去海外續藝山 封關 我也覺得不奇怪 習近平沒有站的 習近平現在沒有站的 好了 好了 講完習近平 香港沒有站的 總之 大家記住一件事情 現在不是買套 絕對不適合買套 現在 在香港不適合做任何重大的投資 在香港的公司 或者 即使你說 買香港股票可以不可以 沒有的 買香港股票 你別傻了 買香港公司股票 你賺得對 你香港公司股票 我實在講 所以你說 你就算倫敦政經交易所 所以我吸引一些人去 由香港去英國上市 究竟那些股票 沒有英國人買 但是沒有人買 大家都見過 沒怕黑 習近平這些 喜奧無常的事情 大家都搞得少 好嗎 好嗎 那這一集 我講到這裡 下一集 就 我還沒決定 但是下一集 我有機會講回 就是德國軍援的問題 就是烏克蘭 我會說 現在贏了 還要剪軍援 不是 贏了剪軍援 是 是改了 Source Funding 如果普京很快就結束戰爭 很坦白 就怎麼樣 現在就怎麼樣 之前批評那些 只要他都沒有 全部都失去 他就不用開新的 project 你基本上就怎麼樣 如果現有武器 夠贏的話 就夠贏了 不需要那麼複雜的 之後就再用一些 如果烏克蘭 要買新的武器 就問俄羅斯要的 或者是 其實其他澳洲國家 都需要負起更多責任 因為德國也不只是因為 財政 財政是一個問題 而且他軍事上 都需要 其實他都需要做當地改革 錢從何 都是那句 很多人都還是說 我要多一點福利 我不是說不要福利 但是福利不是這樣用 好了 這一集 我就講到這裡 下一集 就約莫 如果是Youtube版 就約莫 香港時間 早上 但是如果是 會員版的Live 應該時間晚上 十點多左右 十點多之前 你搞定帳戶的事情 你會看得到的 OK 好吧 好煩 有不吸乾燥 你會說 好煩 好煩 好煩